大家好,我是董孟佩,是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的畢業生 在公開試考得不好,放崩時媽媽很擔心,四周陪我找學校 當時真的覺得很徬徨,而朋友就跟我介紹了港專的社工課程 畢業之後可以取得註冊社工的專業資格 於是我就報讀課程,由基礎文憑開始讀起 港專的社工課程注重實務,給我充足的實習機會 高級文憑第一年的實習,我去了大埔冥恩中心 為中年人士舉辦以民生為主題的義工訓練 最難忘是探訪著劏房的長者 而第二年的實習,我去了元朗的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為兒童及青少年舉辦一些訓練小組 這個實習的經驗對我將來的工作也十分有幫助 學校投放了很多資源給我們,例如設立了社會工作實務訓練室 訓練室亦設有單向玻璃鏡及多鏡頭錄影系統 可以隨時錄影及播放片段,訓練我們的實務技巧 以前我很被動的,很少參加校內的活動 不過講專的師兄師姐、社工不斷鼓勵我去參加學生的活動和交流團 更加給我機會去擔任領袖,例如形身形的籌位 社會服務團的內務秘書和參加京港文化交流團等等 漸漸我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和領導才能 提升了自信,家人和身邊的同學都發掘到我有很大的轉變 現在我成功取得註冊社工的專業資格 在香港青年協會擔任社工,以我的專業知識回饋社會 NH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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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